先测测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塔姆是百分之百没问题的 因为塔姆是为数不多的巨客制青钢影跟孟严 包括说尼口其实都挺 但是你就是你一定要塞纳塔姆 我觉得这个打一个问号对吧 就除非勒弗兰来你这个局面除非是四包二 我觉得有点机会 但现在有孟严的存在没那么好包啊 狼行这个位置有Q3 看看无双陀佛的释放 A一下来特别在走位 无双陀佛没有中 孟严关灯了 飞谁 找林卫祥 但是他没有吃啊 这边是一个关灯的大招 大出来稍微规避了一下 再给一个暗影燎原刷层胡盾 这点还没有倒 启动了 启动了 Flora捅回去 要三杀了吗 塔姆换了个头 交闪现 再来一个W 但是火箭炮跟过来 便宜了这个灰盾应该是CD美好 那这一波打完 金克斯直接起飞了 Flora也是赶紧找机会把这个第二组草虫吃掉 变奏了呀 下半区去不了了 来了 耀越了 这波都没闪的 但有吃 看看目标 飞过来吃 恐惧拉的是塔姆 没问题 拉断了 塔姆这个深渊前行交的稍微有点急 不过有TP来保 Eap这边扛了下塔 也交出自己的闪现 能追击吗 被打断了 这个TP被断了 只剩下两个人了 那这样又是右边的一波反打 刚刚是吴明在中路用缠结道次把TP打断了 其他也直接跳大 而刚才的葵桑梯已经交出了无双陀佛 两个人拼到最后一点点血量点到为止 但狼行这个状态可能得撤了 而且下路 看一下这条龙怎么说吧 赵信医师控完了潮城之后又折返到下半区 火箭耗血 田野在这边挡 但是另外一边吃到伤害了 露露闪现过来给点燃 差最后一跳 差最后一跳 稍不死 对面 终也来了 感觉这波两个人都不太好走了 应该赢死了 露露先走 然后硬谱这边 头也被勒芙兰给吃掉 而且定位想很细啊 大招这边还吃个头 这波没必要啊 远远没看懂南风这个闪现 爽歪歪玉米 这把电龙魂对于可以搞来说 这是最好的消息之一了 如果不是炼金龙魂 我觉得剩下三个都能接受 换线了还要来 引南风知道没闪的 想吃回来 舔 时差五秒 但是被舔晕了 那这样人头想让 怎么说最后一下 被赛纳的Q给Q死了 黑暗冻灭 直接吃到这个人头 这波换线还被 可以搞这边给防住了呀 直接跟着换过来 而且先锋也有了 那这个局现在对于可以搞来说 让赛纳塔姆站住中线 然后围绕接下来 每一条小龙去打团就可以了 又有踢 梦魇这个位置关灯 然后让妮口踢 但是没有第一时间 青岸有飞进去的目标 先飞一个赛纳 塔姆这边是有吃的 已经在饼一口闪现座做了四个 效果非常不错 塔姆把赛纳吃进去 青岸也直接做大 他们这边深渊前行 青岸也这个大没有做出来 那这样正面 赛纳先被击杀 塔姆已经走了 金克斯这边启动 还有海妖杀手 A狼行非常的痛 狼行这边有一个全身姿态 鲁鲁给一个盾 最后一只血 狼行锁住了 但是佛罗尔选择把自己给捅回去 没有队友能够跟上他 佛罗尔这波捅完自己要被击杀 而且出发了最后快战 还想追有红buff 消闪现了 闪现接一个W 刚才刚颖的这个大 怎么没做出来 他第一时间就给了吧 他第一时间给了塔姆 虽然这个位置我觉得开的没问题 但是刚颖那个大没做出来 导致塔姆跑了 如果真能坐住塔姆 让塔姆走不掉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而且硬朴这个位置肯定要死了 无尽四手定不住的话 看一下人头让给谁 再给林伟祥拿到一个头 这波比较贪啊 是为了拆中塔 结果被对方复活过来人击杀了 想利用一个罪恶快感直接跑掉 但是跑不太动了 林伟祥这把这个无尽四手也很准 你的一个经济现在领先场 这波偷一套的话很赚 因为龙快刷了 等最后 等最后 想杀这个位置 踩上来 QR 再给一个RQ 链子的第二段 加上一个赛纳大招 玉米这把直接边线 把无名给弄了 等三分钟 龙魂一时又来了 玉米这位置要死了 被狂住 W不出去 直接500块 终于是在边线 青钢影家梦魇的抓边组合 逮到了又终结赏金的玉米 很关键呀 这波 主要Let me有头之后 这个团战对赛纳的威胁度是直线上升的 咱上路应该有机会换二塔 不过下路Let me能去持这个占卫点呀 无名是没闪的 Flora这边找角度 卡三枪 递上去有第三枪 配合上一个Q3 直接把无名给抬回来 无名走不掉 放完自己的大招 只能隐命原地 而下半区 虽然青钢影在尽力带了 但是这个时候上路的二塔已经被带掉了 而且玉米活了 其实是可以选择去下面继续带的 这个塔感觉要掉了呀 玉米活了看TP过来 手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来得及没陷了 走了 不了了 那肯定让不了啊 你这给了之后后面这赛纳跟妖际无敌了 我只能说九个闪现一个急跑的团 一切皆有可能好吧 破了你要面杀很关键 这个位置把叶之锋刃给破掉了 狼心直接交踢了 也不走这两步了 是很怕直接被开起来 先往中间急 一两个先打一套 那好在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回复能力 塔姆可以靠E 这个赛纳能奶一奶 还有塔姆这边又吃一个GIGSW Q3是无名的假身 怎么不对劲啊 怎么变成右边在消耗左边了 感觉右边这个位置 他们有点不想放中线 哎呀开了 来闪现大大四个 很关键这部团要爆炸了 可以搞 结束了 感觉虚怪 就他们也不打龙 然后不是这妮可不是在人脸上 对呀 然后就打着打着突然开始往中线 突然开始往中线 直接爆炸 压中线 大龙muff还有最后的二十多秒 这个位置塞纳保 哎传送门传过来一个 什么情况传送兄弟 又是你 又是你雷文 主要这把启动司机就是他给的 行 财富密码找到了 属于是走进科学了 青钢瘾是怎么飞起来的 这高地也不太好手了 但是还行 赵新捅进去 吴明开一个防守大 这个大没有做到人 但是他帮队友拉扯了撤退的空间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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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buff 可以搞战队蹲住了 但是大绿丝心情 纪律性很好 先给一个针眼踏路 坑住了留不住呀 这孟眼现在这关灯就是无敌的 又是这个上一波爆炸的草丛 无尽四手中了 想开孟眼 孟眼这个位置有闪现的 闪完之后 Flora被卖掉了 Flora这个位置被坐住 好在侧面伤害没那么高 Lightme来了 看一下这大招框谁 先把塔姆吃逼出来 Q3对回一个Lightme 但是伤害完全不够 明明踩上了一个Q Q到了南风身上 ZZR在侧面 还在观望 一个EW闪 直接坐住林伟祥 人群之中 Lightme把林伟祥给秒掉了 他这个时候高呼一声 原来帅哥的感觉是这样啊 这样的话要一波了呀 40秒的一个复活时间 要击一个人 一波了一波了 恐怕也难以防守 这波已经属于 没办法 对吧 拨一拨 随便打了 这清昂你这四年套过来 他第一线都没选择框 他如果直接一个大狼型 狼型直接死了 但是他选择了玩个帅的 玩个帅的 他直接EW闪 踢了两个还是三个 然后再做个大 一个E闪 加二踢脚 一脚一个 这边我突然想到 MVP是不是咱们投的呀 咱们有票 咱们有票 因为我前两天也在 对标LP 收看这个直播 在最多的时候 可以搞战队是领先到了 3600块 但当然 随着一波龙魂团的溃败 可以搞战队也随机被翻盘 这一把比赛 大六色心情的双C 加上上的Lightme 都打出了不俗的伤害 而且这个解说杯的回旋标 也是标到了这个传奇杯 对吧 就梦魇这个英雄在解说杯里 一直以来都是 也属于那种大家比较热爱的 而且 这个怎么说 质量越低的对局 梦魇效果越好